到底是誰讓這個連署的過程會變成說不夠嚴謹 是國民黨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我們過去的例子 我們高雄這些 剛剛當初2020年罷免韓國瑜 你看不合格率多少 才7% 我們數據2020年韓國瑜 民間團體不合格率是7% 陳柏惟是16% 黃捷是27% 林昌總是30% 只要是國民黨主導都是20% 30%的剃除率 其實還有更高 那時候連一間二間沒過 我們高雄陳志忠高米林 50% 直接給你50% 兩張就有一張是錯的 一張就假人死人或錯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說真的要去檢討說 到底這個不合格率怎麼會那麼高 請檢討國民黨 你們怎麼搞成這樣 連好好寫連署書都不會 是好 那我們問越遠之 因為你們一直在講說什麼連署率 這個連署門開到嚴謹嘛 怎麼亂搞嘛 我要先抗議一下 為什麼韓國瑜就是 罷免韓國瑜就是民間團體 然後另外三個就是國民 真的民間團體啊 是民間團體嗎 就民間團體 罷免是軍旨啊 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 所以他也是政黨發動 他有各個民政黨啊 你拿出證據好不好 你一天以前就陳其邁的局長 你不要造謠 陳其邁的局長發動罷免 韓國瑜 然後陳其邁再來做市長 那我可以看 我把民間團體畫成要變民進黨 對啊 國民黨也是很爛的啊 不是啦 我覺得這個陳其邁要怎麼查 因為中學會的規定 所有的名單裡面只能查十分之一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其他會被查到這麼多 不是 願意整本都錯啊 因為基隆那邊他們現在也是覺得說 這個全部都不能查 對不對 只開放你十分之一去查 那所以這到底是 另外的百分之九十要怎麼查 我也不知道 那大家現在我覺得可以有一個共識就是說 是不是不能夠冒名連署 吳秉瑞雖然策案了 他沒有道德勇氣被民進黨施壓策案 但他的初衷 他初衷是希望說不要冒名連署嘛 因為他說如果冒名連署要有刑責 你今天推動罷免可以 可是你不能把沒有要罷免的名字列進來 那你該先譴責你們 那我覺得 我們先不用進入到什麼藍綠 以前那個有一個政治哲學家 叫John Ross 他提出一個很有名的理論 吳之之步 要不然我學長就知道 因為我們都同一個學校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考慮公共政策的時候 我們要撇開我們自己的身分 意識形態 你是誰 大家撇開之後來討論 這件事情應不應該做 對 那如果撇開之後 吳秉瑞應該 覺得也應該要做 那我問你喔 你認為應該要避免什麼虛無 或是造假連署 對啊 你們提的案有這個嗎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提的沒有 你們提的案只有條門檻而已喔 但是我們提的這個還是一樣可以用無知之之目 為什麼呢 你根本從頭到尾 我跟你講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國民黨從頭到尾 不在乎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我們提的案子 你們提案 許宇貞的案子就提高門檻了 是 因為許宇貞的案子 之前民進黨有三個立委提過 郭國文 不是 戴瑞隆 還有湯慧 不是我意思說你們從頭到尾 沒有要降低 我覺得要更正一下 國民黨禮拜四提的案子就跟這個 連署沒有關係 你現在叫我評論這個我當然就這樣講 但是如果圍過頭來講國民黨的版本 以前民進黨也有提過 是 禮拜四沒有這三個人的版本 而且郭國文的提的時候 他怎麼講你知道嗎 禮拜四沒有這三個人版本 禮拜四就是許宇貞的版本 黃傑 極了 你剛剛講話我都沒有插你的話 不要急 沒有我要導致事情 郭國文他怎麼講這個事情 他說如果少數可以罷免多數的話 這個叫做制度 民主制度漏洞 賴瑞龍說少數可以罷免多數叫做惡霸 這叫惡霸荒謬 湯慧珍說少數罷免多數 這個違反公平 那我意思是什麼呢 大家不要換了屁股換了腦袋 就是說 你之前民進黨也是覺得這樣子不OK 那為什麼變成國民黨提的時候 就是國民黨很不OK 大家無知自目嘛 撇開藍綠 大家好好討論這個制度 到底是不是民主的漏洞 當初你罷免別人他可以罷免 那你也罷免了韓國瑜啊 當初賴瑞龍跟郭國文提的時候 要把門檻提高對不對 對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說那個罷免的票數要高於 對要提高啊 那跟習近平一模一樣 對啊 那你們國民黨的立場是什麼 不知道 我那時候還沒有當立民 你們也沒支持郭國文啊 我不知道 你們也雙標啊 我沒有當立民 民進黨 不要解八 民進黨 剩幾分鐘 民進黨在過去八年 你們也是壞了屁股 壞了腦袋啊 你們當時要罷免三組的時候 有沒有說一定要多一票 那個我跟你講 民進黨要推案子 更不需要國民黨支持嘛 民進黨那時候要推什麼 那你們也不支持啊 那你們也不支持啊 郭國要偷什麼 反滲透法 要通過萊豬什麼時候 考慮過國民黨 那就更大送給囉 他認為要推就推了啦 那為什麼郭國文後來沒有過關 這我不知道 養私民進黨不支持啊 對嘛 那但是郭國文要出來講話 郭國文要出來講話 郭國文要出來支持國民黨版本啊 郭國文 而且連署一萬塊 連署十幾二十個耶 就沒有過啊 民進黨幾十個人 可不可以為自己的檔案可以輸啊 郭國民黨現在很奇怪 敢說不敢當啊 現在提的法案 不要這麼急啦 就拿民進黨出來抄 對 都用抄的 現在國會什麼扣權 很多就抄抄抄 到最後就說 你們民進黨以前也這樣 你們可以長進一點嗎 這個葉恩之地就簡單說 你知不支持這個罷免票 要比你當選票多一票嘛 你贊不贊成第一個嘛 你贊不贊成那個連署要交身分證嘛 這樣就簡單 兩條事情 你說清楚大家聽到就好了嘛 我贊成 因為我跟郭國文賴瑞龍 跟湯慧珍的立場一樣 你贊成的原因是因為你支持郭國文 還是你想讓自己不要罷免被罷免 你自己想一個狀況 我1月13號 那你就跟陳柏惟道歉 你是啦 我為什麼跟陳柏惟 那陳柏惟先生 你剛出為什麼罷他的罷免 那他先跟韓國瑜道歉 那你先跟韓國瑜道歉 韓國瑜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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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